七日泥沙颱風 東山鄉大停電 養殖池水溫飆升 七萬多隻鑲魚 短短一小時內全部死光 中台塌力路徑偏北 從宜蘭登陸的機會提高 而且強度仍持續增強 讓漁業蝦業養殖者都不敢鬆懈 颱風即將來襲 他們最怕的呢 就是風勢非常的強 會把整個漁溫 蝦溫的整個硬體設備給吹壞 所以現在園區的老闆 今天沒有營業 他們也是加緊的腳步 在做防台的工作 仰蝦場裡的工人 趁著颱風來前加快腳步 修補遮陽網拆鐵架 就連備用發電機 也已經緊急調度 趕在颱風來前做足準備 尼莎颱風十六級強陣風 就連宜蘭市中心知名的 藍城經營酒店招牌字體 都被吹落 還差點砸到路人 只是招牌還沒來得及掛上 現在又來個颱風角局 許多飯店和店家加快腳步 提前拆下招牌 我們在做那個防護網 防護網 對 怕說颱風來的時候 東西會砸 會把它弄壞就對了 對 太離颱風逼近北台灣 大家積極防台銀陣 沒有人敢掉以輕心 記者宜蘭綜合報導 請看 darf嗎 現在